觀眾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三月二十一號星期四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惠仁 首先帶你來關心一起車會的消息 高雄在昨天晚間發生了一起重大車禍 有一輛載有二十七人的遊覽車 行經人武區水管入石 疑似因為駕駛不熟路況 衝撞寒動 導致車頭被銷毀 造成一名男乘客當場死亡 十四人受傷送醫 高雄市長陳其邁到醫院探視傷者 認為駕駛理論上不該犯這個錯誤 遊覽車車頭上方被削掉了一大半 車窗玻璃碎裂滿地 一旁慢車道的寒洞明顯寫著限高兩公尺 遊覽車駕駛疑似不熟路況誤闖 才會導致車禍發生 而就坐在司機座上方的八十歲周姓男子 當場死亡 隨著女兒才剛和父親通話不久 就接到噩耗 就卡在那裡 那個很動就不能過去了 又要給他做八十歲的大獸而已 他說我們在高雄繞了 大概一個小時就到了 那個口氣聽起來是 你像是有點不高興 因為不該繞這麼久 報平安的電話成了婦女間最後的通話 這輛遊覽車旅行團 多為臺宿退休員工和高雄市民 一起參加阿里山一日遊行程 車上包括駕駛及領隊共有二十七人 二十號晚間八點多就快要到家的路上 撞上寒洞 造成一人死亡 還有十四人受傷送醫 高雄市長陳其邁也趕往醫院探視 司機本身所服務的這個公司是在高雄 那應該要對於當地的這個路況 應該要熟悉才是 因為他們已經有些已經準備要下車了 所以理論上應該不應該犯這個錯誤才是 駕駛向警方公稱 進入寒洞前的限溝標誌高於車輛 衛料進入後才發現寒洞下緣過低 造成這起事故 巡厚被警方依過失致死等罪嫌移送 而事發的遊覽車二零二一年十一月才出場 下次檢查日是今年十一月 詳細的肇事原因還有待釐清 記者王柔廷 朱鳳之中健剛綜合報導 而臺北市昨天也發生一輛公車 近戰時突然衝上棋樓 撞進一家小火鍋店 波及到兩名行人 其中有一人傷勢比較嚴重 警方調查司機沒有酒駕 共稱身體不適 客運高層則出面致歉 允諾負擔醫療費 賠償營業損失 後背包女子招手搭公車 司機開的偏 潮人直直衝 眾人狂奔逃竄 撞起力道大 畫面瞬間變黑 我聽到的時候就碰進來了 對 然後就聽到愛好聲就有人受傷 然後我往前要去牽摩托車的時候 公車就直接撞倒摩托車 然後摩托車就橫掃到我身上 我就被撞倒了 一人牽機車左腳被壓傷 一人遭掉落物雜重 兩處撕裂傷 傷著家屬接火消息 一度到現場失控破口大罵 重回案發地 在台北市中坡南路上 信義幹線公車 二十號中午十二點多 突然衝上棋樓 擦撞民窄屋簷 車上幾名乘客 沒有受傷 零性駕駛他九側只是零 所以排除酒駕形式 車上乘客五六人 沒有人受傷 面對提問不回答 四十多歲零性司機 年資四年多 十九號有休假 二十號才上班 五個多小時 怎麼會肇事 他公稱身體不適 突然一陣於眩 眼前一片黑 為什麼那個身體會突然 有這個狀況 這個我還要進一步了解 那我們公司都有定期 做健康檢查 傷者的部分 還有那個房屋復原的部分 這個我講過 我們公司會負全責 面對突來事故 客運高層職竊 允諾負擔 醫療費賠償 營業損失等費用 臺北市供應處 則開發業者三萬元 經過建管處評估 建物結構安全後 也完成公車脫掉 至於真正的肇事原因 有待調查 理清 記者 陳冠旋 歇文 謝正寧 台北報導 老字號的東城醬油爆出 用其他醬油當基底調味成自家產品 各質疑門市已開放退貨 外界質疑 標榜古法釀造 卻加入他牌醬油 業者澄清 近五年的產品外裝 都已沒有標註古法釀造 衛生局機查發現15項產品 有參入其他牌的醬油 仍有七件標示釀造 將抽驗是否符合釀造規定 我們每次買都買一箱一箱的嘛 搬來整箱醬油 民眾排隊等退貨 老字號東城醬油 高雄直營門市 還沒開門營業 就已有民眾等著退貨 有消費者當初購買是看準對方標榜古法釀造 事件爆發後對品質沒信心 業者估計臺南高雄等區 上午半天推貨數三十幾件 但也澄清所謂的古法釀造 是過去小規模時的生產模式 及行銷用語 近五年食安法規研修 已朝科技化生產 產品也沒再標示古法釀造 市府基查則發現東城有十五項產品 使用其他大廠的基底醬油製作 當中七項產品標示為釀造 標示為釀造的話 它應該以植物性蛋白為原料 發酵而成 而且總彈量應該達到每一百毫升 零點八公克以上的條件 市府表示若涉及標示不實可依實安法 第二十八條處辦 抽驗結果也預計一個月後出爐 記者溫正恆 王晴 陳顯昆 高雄台南報導 但以來關心到天氣 雖然大陸冷氣團的影響 直到今天清晨 不過氣象署 還是針對八個縣市 發布了低溫特報 都是黃色燈號 其中在苗栗 宜北 還有宜蘭 花蓮的局部地區 是有機會出現十度或十度以下的低溫 而今天白天開始 冷氣團會逐漸的減弱 北部東半部地區 溫度將回升到二十到二十三度 中南部地區的高溫 則會來到二十六到二十九度左右 體感上是溫暖偏熱 一樣要注意到日夜的溫差大 再來關心到降雨方面 由於臺灣今天的環境水氣偏少 整體也比較乾 所以雲量比較少 各地大多都是勤到多雲的天氣 主要多雲的地方 是在東半部還有近山區 另外在台東還有恆春半島這邊 則是會有零星的短暫陣雨 好 關心完國內天氣 持續帶你來關注到的是 國際的氣候 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 發表的年度報告就指出 二零二三年是有紀錄以來 地表平均溫度最高的年份 比工業化之前高出攝氏一點四五度 接近二零一五年巴黎氣候會議 設定的一點五度上限 根據世界氣象組織WMO的報告 二零二三年全球地表的平均溫度 比起工業化時代之前 高出攝氏一點四五度 逼近二零一五年巴黎氣候會議 設定的一點五度上限 由於歐盟的哥白尼氣候變遷小組 三月初也曾提出觀測資料 認為二零二四年二月 是連續第九個月 全球月平均溫度上升 因此主張二零二四的全球地表均溫 極有可能再創新高 聯合國對此表示全球氣溫升高嚴重衝擊生態 甚至影響經濟民生 旅創高溫記錄 使得地球面臨危機存亡的紅色警戒 WMO的報告指出 在新冠病毒疫情之前 面臨食物極度短缺的人口數是一億四千九百萬人 到二零二三年底突破三億三千三百萬人 顯示氣候變遷引發糧食危機的嚴重性 更不用說溫度上升讓地表冰層銳減引發海平面於海水溫度上升 讓低洼地區面臨更多更嚴重的水患 以及其他地區的乾旱與頻繁的森林火災 不過氣象專家也認為 人類仍然有希望改善氣候變遷 WMO指出包括風力發電 太陽能發電與水力發電 這些所謂再生能源的產能二零二三年底的數據 比起二零二二年高出百分之五十 是未來必須加強推動的方向 公視新聞許家仁編譯 雖然現在才三月 不過石門還有鯉魚團水庫的蓄水率 已經跌破四成 水利署將桃園 新竹 苗栗 還有台中地區的水勤燈號調整為綠燈 管控農業用水 並鼓勵產業自主節水 德基水庫蓄水區一片碧綠 但可以明顯看到岸邊土坡 已經有裸露的狀況 氣象署評估未來一劑降雨為正常至偏少 為因應枯水期的供水挑戰 經濟部成立 旱災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決議從十九號起 桃園 新竹 苗栗 及台中地區水勤燈號調整為水勤 提醒的綠燈 水利署表示目前北部石門 中部鯉魚潭等水庫水量下降 除了枯水期降雨偏少 農業村跟灌溉用水需求也是原因之一 目前將與農業部合作 管控各水庫灌溉用水出水量 另外也請各縣市政府鼓勵產業 自主節水百分之五到六 第一個產業的部分是要自主來節水 產業自主的部分 就是能夠達到六趴 然後民眾就是希望大家 能夠來自主來節用水 目前本市提供九處水資源回收中心水源 及新建建築工地地下水 作為次級用水的使用 提醒各界及市民持續節約用水 以延長水庫供水失程 自然水公司第四區管理處強調 供應中部用水的鯉魚潭與德基水庫 已有聯合運用措施 台中市經發局則表示 全力配合抗旱措施 已提供九處水資源回收中心水源 及新建建築工地地下水再利用 至於南台灣水情 地方優新高坪搶水之戰再度上演 有農民反映深水井抽不到水 南區水資源分數則表示 目前供水正常 記者 楊明峰 彭煥群綜合報導 帶您看今天早餐出報 首先看聯合報的部分 台積電將在嘉義科學園區 設置兩座先進製程封裝廠 第一場預計二零二八年量產 屆時每天需要三點三萬公噸的水 水利署計畫初期是從雲林湖山水庫支援 將會掀起雲家的搶水大戰 接著來看到自由時報的部分 台灣前幾年向美國採購的 四架MQ9B空中衛視 美國空軍指出 有兩架將會在二零二六年交貨 而另外兩架是二零二七年交貨 最後來看到中國時報的部分 因應兩岸有事 跨部會的金融兵推 財政部為了求錯戰備資金 嚴禮要收戰爭稅 但是需要先立法 學者就建議可以指定用途 以捐待稅 好 關心完今天的這個早餐 這個訴訟之後 我們持續帶您關注的焦點是 藍營立委在最近是多次的 來呼籲總統蔡英文 在五二零的卸任前 登上太平島宣示主權 外交部長吳釗燮表示 太平島的主權無庸置疑 但現在南海情勢升溫 台灣必須思考 太平島碼頭俊升工程近日完工 藍營立委呼籲總統蔡英文 在五二零卸任前 應該仿效前總統馬英九 還有陳水扁登上太平島宣示主權 不過由於蔡總統一直沒有表態 引起批評 外交部長吳釗希二十號 到立法院報告時指出 現在南海情勢緊張 台灣必須思考 不要讓其他人覺得是在製造困難 吳釗希強調政府對南海的政策沒有改變 會用最好的方式展現對於太平島主權的伸張 而現在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的 周委馬文軍九規劃 在五月十六號要排定到太平島 考察官兵生活設施 還有戰備情形 表示如果蔡總統不去 委員會可以自己去 民進黨立委是認為不應該先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而對於委員會登島考察的規劃 外交部長吳釗希表示 雖然有疑慮 但是尊重招委的安排 記者 台北報導 首踢一年期的義務役 一月二十五號入伍 歷經將近兩個月的入伍訓練 這個禮拜展開期末建策 只要義南完成期末建策 就能獲發節訓證書 每個月多領一萬八百元的專業加級 如果不合格 將留訓一週進行補測 置身在羌陵大宇州模擬戰場環境 義南不慌不忙 發揮平時訓練成果 與林兵分工合作 演練包紮直卸 完成戰傷救護 首逼一年期一位二二二六T 全台有六百五十五名義南 一月二十五號入伍 展開為期八週的入伍訓練 成功的營區 本週進行五天的期末建策 驗證義南是否能成為合格的步槍兵 二十號是建策第三天 也是重頭戲項目震撼教育 義南兩兩一組互相塗抹三種顏色的味裝膏 完成攻擊前的準備 幾乎指令展開震撼教育 伴隨機槍空包彈引爆TNT炸藥 現場煙霧瀰漫增加臨場感 義南佩戴防毒面具 克服高壓緊張的情緒 依序完成戰傷救護攻擊前進 攀爬壕溝穿越高低半網 順利完成測驗的義南 直呼跟電影情節差很大 電影還是沒有辦法演繹出真正戰場上的那種會帶讓人帶來那種震撼感以及那種嘈雜的聲音啊 壓力 也有上相關那種怎麼克服壓力的一些課程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還可以接受 一年期EUE的新訓期末健測 包括三千公尺跑步 伏地挺身 手榴彈投擲 三天兩葉行軍等 以及最重要的實彈射擊 只要這個項目不合格 健測總生機就判定不及格 因此大幅增加實彈射擊發數到160發 提升義南射擊穩定度 反應在成績上 三斗兩旅合格率達到95% 一年如果健測合格的話 將核發節訓證書 以及接下來每個月 將能領到一萬八百元的專業加解 但如果不合格的話呢 將流逊一週進行補測 轉服自願意然後加入憲兵隊 那為什麼加入憲兵 是因為我對於近戰格鬥非常喜歡 然後此外也對軍人這個職業非常的向往 能夠保家衛國是我一份的榮幸 目前的測驗的這個完測率跟完成度 其實都蠻高的 那我們後續會針對不足的部分 我們會再持續此次檢討 國軍推動兵役改革 參考各國美軍訓練項目 外界放大檢視首批EUE訓練成效 陸軍表示 一南表現良好 後續分發部隊 肩負戰備任務 記者黃子杰 張敏如台中報導 台灣是否會跟進美國跟印度 對TikTok寄出禁令 數位部長唐鳳就表示 TikTok現在就是危害產品 在工部門還有工部門場域 已被列為禁用 而至於民間是否禁用 行政院還需審議 TikTok在美國面臨下架處境 台灣是否跟進呢 數位部長唐鳳十九號 在立院總質詢表示 數位部送到行政院的 自動安全法草案 和美國眾議院版本 對境外敵對勢力 間接控制的想法完全一樣 唐鳳說TikTok現在就是危害產品 二十號的立院交通委員會 唐鳳在被問及 TikTok沒在台灣落地 台灣有可能禁止嗎 那我們台灣沒有辦法禁嗎 即使它沒有在台灣落地 但是我們目前就已經按照兒少法 比方說中小學的校園等等 這個部分都已經做了限制 這些危害產品 所以即使是還沒有落地 有些措施我們可以先做 危害產品在工部門及工部門場域 已禁用 民間是否禁用 行政院還需審議 有學者表示一般情況下 裝VPN軟體就能連到國外上線 其實落地管制的效果 比直接禁用來得好 唐鳳表示內政部嚴禮打炸 專法一定規模的境外廣告網路平臺 未來必須落地 而未來網路廣告平臺機關是數位部 明顯危害產品將由數位部通知 取下 在臺落地的LINE FB和Google已溝通 TikTok新加坡高層也在農曆 年前來臺和數位部 物談瞭解發展方向 介紹會沈志明臺北報導 桃園國際機場 三月三號進行難跑道 稅修工程 發生了嚴重塞機 搬機大亂引發民怨 桃園桃機的稅修檢討報告出爐 一共有十二人受到懲處 包括桃園機董事長楊維甫還有總經理范孝倫各記過一次 而至於交通部還有民航局 則無人受到懲處 桃園機場三月初因難跑道稅修 只靠北跑道起降導致塞機 兩天內一向超過五百航班延誤 一度引起敏怨 檢討報告二十號下午對外公告 主要針對強化協調專案控管和資訊 及早公開等重點 對於這種長時間關閉 我會建立起專案管控 那到時候就會去管控各單位 應該要做的事情是不是有到位 交通部要求機場公司 以安全第一的原則 要特別注意變動管理 也就是說改變日常運作的時候 要特別來注意各種作為 交通部表示 雖然是例行的維護工作 但因為工程規模較大 關閉跑道時間較長 因事先研擬工程規劃 來降低對旅客還有航班的影響 桃圭公司也說 從這次事件中吸取教訓 並對於航班延誤 向受影響旅客及社會各界 表達誠摯的歉意 賠償標準則按照各航空公司 契約作業執行 這次事件投機公司共12人受到懲處 投機董事長楊維甫總經理范孝倫各寄過一次 工程副總經理孫鴻斌寄過兩次 營運副總經理李俊德寄過一次 其餘處長含以下層級八人分別處申界一次到寄過兩次處分不等 交通部及民航局則無人受懲處 記者 詹淑雲 桃園報導 遭虐待據死的凱開案 涉案社工遭到上銬 引發社工界不滿 來自全臺社工公會代表約上百人來到衛福部大門前 陳情抗議 並提出五大訴求 衛福部對此回應表示 四月底將再找專家小組討論 高含口號並以行動劇凸顯基層社工 家訪時的各種困難 一旦出了事還得面對社會大眾指責 最終被當成罪犯上銬 令社工們感到灰心 來自全臺社工公會代表大約上百人 二十號上午聚集在衛福部大門前 呼籲政府正式第一線社工的心聲 社工團體表示 社工團體表示社安網不是萬鈴丹 要防止而虐事件再發生 政府應全面檢討社會問題 並提出五大訴求 包括不要把社安網變成社工安全網 衛福部應重新召開檢討會議 並收回要求社工提高法事頻率 同時落實社工薪資制度 重視社工的負荷與量能 協助減輕工作負擔 公會提出蠻多訴求的 那這個部分有些可能我們私屬 就可以來做討論 有些可能還是在請教我們一些專家學者 特別是我們在社工系的一些相關老師 衛福部強調要不要增加加訪次數 四月底會再找專家小組討論 其餘訴求也會儘快研議回應 一定會強化社工勞動權益與職業安全 這是衛福部責無旁貸的事情 至於臺北市在日前是通報 兩起重大的兒少保護案 傳出都是失聯移工子女 勞動部長許明春就澄清 只有一名為移工子女 針對立委憂心 現行制度導致移工懷孕後被終止契約 寧願選擇失聯 勞動部表示會制定移工懷孕指引 確保移工與雇主的權益 近期一名男嬰死亡 一名女童住院觀察 臺北市通報兩起重大兒少案件 傳出與失聯移工有關 上午勞動部長許明春表示 一名為外籍學生的子女 只有一名為失聯移工子女 針對問題 行政院已經召開跨部會協商 勞動部接下來要制定相關指引 勞動部長許明春來到立法院未還委員會專題報告 他表示近二十年來 黑戶寶寶達到一萬八千人左右 失聯移工子女約三千五百多人 但國民黨立委陳金輝指出 去年上半年 每五個領到生育補助的懷孕 勞動部表示去年因為懷孕而終日契約返國的移工約兩千人左右 如何確保黑戶寶寶的權益 目前由衛福部主責 由各部會分工執行 記者 林靜梅 莊志成 臺北報導 越南國家主席五文賞因為捲入貪腐案 二十號請辭獲准 過去一年多來 越南兩任的國家主席都因為涉貪醜聞去職 引發外資和商界的不安 越南政府二十號表示已經接受國家主席五文賞的辭呈 這是政治動盪的一個跡象 也可能使外國投資人對越南的投資環境信心動搖 官方聲明指出 五文賞違反黨章黨規 引發惡劣輿論 使黨國家及個人聲譽受到影響 但未名列相關缺失 五文賞的前任阮春福去年自請退休 他因新冠疫情期間一連串貪腐案 負起政治責任 越南是一個高度仰賴 外國投資的國家 高層領導人迅速換人調整 可能衝擊外資與商界 五文賞辭職前已傳出風聲 胡志明市證交所十八號星期一開盤後 幾個小時就下跌近百分之三 根據證券商大於未來資產 本星期前兩天 越南外資賣超八千萬美元 今年五十三歲的五文賞 去年三月二號出任國家主席 該職位乃名義上領袖 在國家重要場合中以禮儀性質亮相 其地位為第四號政治人物 一般認為他能有今天 是受到越共總書記 阮富仲拔著 然而近來越南公安部 逮捕多名遭控涉貪高官 被認為與阮富仲親自部署指揮的 反貪腐運動有關 五文賞廣義省兩名舊部 前後任省長高科鄧文明 均因收賄錄網 相關事件發生在二零一一 至二零一四年五文賞擔任廣義省委書記期間 公視新聞黃月齡編譯 而加薩的人道危機是越演越烈 糧食和醫療物資匱乏 到處可以看到兒童們骨瘦如柴 嚴重營養不良 各國的醫師和志工陳述 加薩慘況 強調立即停火的急迫性 小男孩躺在病床上 受到全身皮包骨 臉上不時還會露出痛苦的表情 一哈衝突讓加薩民眾 身陷糧食不足的危機 六歲的男童贊特 因為胸部患有囊腫纖維症 必須攝取衝突的營養 用藥物控制病情才能生存 但如今因為糧食 醫療物資源重不足 讓原本三十公斤重的贊特 受到只剩下十二公斤 兩個月前病情開始惡化 如今已經無法走路 而讓贊特這樣營養不良 狼狗瘦如柴的加薩兒童到處可見 根據加薩衛生部門顯示 最近幾星期死亡的二十七名兒童 多數死因都是因為 嚴重營養不良跟脫水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數據顯示 加薩比布有將近三分之一的 兩歲以下兒童嚴重營養不良 人數是一月份的兩倍 而百分之四點五的兒童 因為營養不足 嚴重消瘦 藉由讓兒童變得昏昏欲睡 反應遲鈍 嚴重時不止阻礙身體 跟大腦發育 兒童的身體 也會停止生長 到最後甚至關閉除了重要器官 以外的所有器官功能 影響一輩子的生活 而聯合國跟其他國際非政府組織 制定的糧食安全階級 綜合分類量表顯示 加薩半數的人口 身陷災難性的飢餓 如果不採取緊急行動 預估加薩的饑荒 最晚就會在五月底前爆發 就連遠赴加薩的各國醫生 志工也在十九號 周開記者會說明 加薩人道救援不足的情況 這些志工醫生表示 曾經兒童嚴重燒傷 卻沒有止痛藥物 協助減輕傷患的痛苦 最後證明兒童在痛苦中過世 還有急診患者手術時環境髒亂 無法消毒 沒有抗生素可用 事後還因為沒有病床可以住院 傷口嚴重感染 潰爛 這些情況都說明促成停戰的急迫性 不過以色列政府在十九號公布一段影片 深深在北部的西法醫院擊斃了五十多名巴勒斯坦槍手 拘留了一百八十名武裝分子嫌疑犯 並且在各種家具中起出武器 總理納坦雅胡同一天更表示 就算美國反對 以色列仍然會堅持進攻加薩的邊境城市拉法 誓言要徹底見美哈馬斯 個人新聞陳頌編譯 距離巴黎奧運開幕倒數四個多月 國際奧會日前宣布 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中立運動員不得參加開幕的進場游行 如果贏得比賽 獎牌也不計入任何國家的排行榜 目前只有三十六名俄羅斯中立運動員取得參賽資格 是上屆奧運的十分之一 二零二四巴黎奧運即將在七月二十六號登場 國際奧會先前已允許入侵烏克蘭的俄羅斯 以及提供俄羅斯軍事協助的白俄羅斯 兩國的中立運動員可以參加奧運競賽 十九號又進一步表示 俄國和白俄運動員不得參加開幕儀式 本次夏季奧運開幕式將在巴黎塞納河舉行 各國代表隊會乘船入場 預計吸引三十萬觀眾在河岸上夾到歡迎 國際奧會強調二百兩國運動員若要以中立身份參加 得由國際奧會組織的三人小組進行兩階段嚴格審查 確認運動員不曾支持俄國親烏或與俄方軍事單位有所聯繫 目前估計有三十六名俄羅斯及二十二名白俄羅斯運動員可以參加賽事 相較上屆東京奧運 俄羅斯運動員的人數只剩十分之一 就算他們能順利贏得比賽 受獎儀式也得遵照特別規定 至於是否能參加奧運閉幕儀式 還有代執委會討論 另一方面烏克蘭前線正式吃緊 十九號在烏克蘭首都基辅一間教堂 三十三名當地民眾捐血給前線傷兵 捐血量達到十五公升 估計可以挽救九十九條性命 尤其是東部戰區的傷患 日前俄羅斯宣布 以控制了烏克蘭東部小鎮奧爾利夫卡 這是自俄軍二月攻占烏東阿夫迪夫卡地區以來 又向西擴張了四公里 公視新聞兩頁編譯 為了要協助各國奧運的觀賽遊客 巴黎地鐵推出一款即時翻譯APP 可以即時的語音輸入 並翻譯十六種語言 二零二四巴黎奧運即將在七月開幕 巴黎預計將湧入龐大觀光人潮 面對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 巴黎大眾運輸公司RATP 開發了一款即時翻譯APP 讓不會說法語的遊客 也可以輕鬆向站務人員問路 自在搭乘地鐵 巴黎地鐵有超過三百個站 有些站名甚至連本地人都不容易找到 對於不會法語的遊客 問路更是一個頭兩個大 現在有了這款翻譯APP 能夠即時語音輸入 並翻譯十六種語言 像是英文 德文 義大利文等等 站務人員也可以把法文回答 翻譯成旅客所使用的語言 讓雙方溝通零障礙 巴黎大眾運輸公司RATP 一位六千名地鐵各站員工 配備Tradivia RATP表示Google翻譯等通用軟體 有時翻譯不出合理的地鐵用語 這款應用程式專為巴黎地鐵打造 對於旅客容易混淆的各站站名 路線和不同票種 以及旅遊票種類都相當熟悉 目前巴黎大眾運輸公司 先在三條城市路線上 試用Tradivia 然後在今年夏天全線推行 日台現在更特別廣播英語 德語 義大利語 西班牙語等四種語言 並將奧運開幕前 添加中文和阿拉伯語 這次巴黎奧運 預計為巴黎及周圍地區 帶來一千五百萬的人潮 公視新聞 江文編譯 聯合國公布2024年世界幸福報告 芬蘭連續第七年拿下冠軍 其次則是丹麥和冰島 台灣在全球排名第三十一 在亞洲位居第二 觀察報告的內容 台灣三十歲以下年輕人 覺得最幸福 六十歲以上的長者 則是最不快樂的族群 很幸福 沒有很幸福 我幸福啊 談到幸福你會想到什麼 不過依據不同的年齡族群 對幸福的有感程度也有所差異 連合國二十號公布二零二四年世界幸福報告 芬蘭連續第七年穩座最幸福國家寶座 其次是丹麥和冰島的 瑞典 瑞典 還有以色列 如果以亞洲地區鄰近國家來分析 新加坡全球排名第三十名 卻是亞洲國家中最幸福第一名 台灣全球排名第三十一名名列 亞洲第二 比日本 韓國和中國都還要幸福 據瞭解這份幸福報告 是依據每個人對幸福滿意度評估 人均國內生產毛額 社會支持度 自由度還有健康預期壽命 最後還有慷慨核對貪腐認知程度 來做評比 在生活評價項目中 台灣三十歲以下年輕人幸福感最高 六十歲以上長者則最不快樂 專家分析 現今台灣社會氛圍 大多尊重年輕人選擇 加上有父母支撐經濟來源 都讓年輕人有感幸福 反觀五十歲以上族群 除了得維持自身生活 還得心繫支援兒女 在高物價時代 經濟負擔難民感到沉重 單就GDP指標評比 恐怕幸福指數就大打折扣 記者原始陳立峰台報導 香港網媒創辦人 綽號姜牧師的姜家瑋 本月十七號清晨在臺北市遭人刺傷 送醫後所幸沒有大礙 由於姜牧師曾經因為反送中案 遭到逮捕 最後裁定罪名不成立 警方積極查氣 昨天在花蓮瑞稅 將行凶的林姓犯嫌逮捕到案 多次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做轉成 一直到今日本分局在下午 大概十四點多 在瑞稅的一處旅館裡面 清查發現他的行蹤 當場予以逮捕 那全案在徵訊之後 將依殺人未遂 警方表示雙方是因為酒醉肢體碰撞衍生的衝突 林姓男子刺傷姜牧師後 一路往南逃 最後在花蓮落網 除了這起傷害罪 林姓男子還涉及四案通緝 其中兩案合併執行一年七個月 收到四月電價即將調漲的影響 大眾運輸系統成本上揚 台鐵是逢兩年戒期的定期檢討票價 交通部證實台鐵內部在研議方案 而高鐵則表示 基本費率與票價調漲與否 將會再評估 飛艦封時刻與商場和轉運站共構的 臺北捷運市政府站 四分鐘左右就有一班車 搭乘旅客絡意不絕 面臨四月電價將調整 臺北市場蔣萬案受訪時提及 這對北捷來說是沉重負擔 至於票價是否會調整 旅客已有心理準備 因為就是也其實也蠻久沒漲 就是五塊到十塊 應該是大眾大家可以接受的範圍 那如果是調價高十塊到二十塊的話 就有點不符合規 就慢慢調 台北捷運聲明指出 北捷運成本電價佔了百分之十三 以一百一十二年為例 電價成本約二十三點八四億元 目前持續透過各項節能措施 減少能源消耗 嚴密切觀察臺電電價調整方案 審慎評估 對各界關注 電價是否帶動大眾運輸票價上揚 臺灣高鐵聲明 有關基本費率與票價調漲與否 將一項規定綜合考量內部營運成本 外部社會經濟環境情勢進行整體評估後 適時報請董事會討論決定 江戶部長王國才表示目前高鐵未提方案 而臺鐵政縫兩年一次票價檢討 內部正研議票價調整方案 臺鐵一規定每兩年必須檢討一次票價 計算公視是以前一年載客案收益為依據 對於是否要納入預估的電價上漲成本 內部還在討論 過去臺鐵票價受各方壓力 已動漲二十九年 江戶部長王國才直言 公司化後必須有正常收入 現在就等臺鐵提案 再來討論 記者綜合報導 三月二十號是世界牙科聯盟訂定的 世界口腔健康日 不過不只是人類 動物同樣也得注意口腔保健 高雄壽山動物園 有一隻老鱗的阿拉伯肺肺 日前就因為蛀牙發炎影響進食 而接受根管治療 原本身性害羞的肺肺 大方在展區進食心情不錯 高雄壽山動物園 一隻老鱗阿拉伯肺肺 二月被發現因口腔問題 右臉及下巴出現腫塊跟傷口 日前經受醫診斷 對問題牙齒做拔牙肌根管治療 現在終於能大快躲移 明星動物黑熊波比可愛的探頭探腦 張口隱約能看到銀牙 不只肺肺 黑熊波比跟長臂元貝貝 也分別在去年及五年前 因牙齒病變而大症狀地進行麻醉 再根管治療 為了讓他們有更好的口腔狀態 還像人類一樣為他們套上金屬牙罐套 最主要就是看牠有沒有會特別把食物挑開 或吃的速度有沒有特別慢 這是我們觀察牠的第一個 接下來就是看牠食物有沒有吃剩 因為如果說一個健康的動物 牠吃東西是不會有 牠會正常把牠吃完 牠如果說食慾消退的話 代表牠身體一定有出問題 想找保育員撒嬌了貝貝 看到陌生人有些緊張 動物不會說話 因此保育員得更細心注意牠們的禁食等狀況 適時調整食物種類軟硬度 並通報獸醫 三二零是世界口腔健康日 動物們也用親身經歷告訴人類口腔保健的重要性 一百一十二學年度高中籃球甲籍聯賽週日落幕 北宇女中拿下了女子組冠軍 完成孝使第二冠的任務 總冠軍戰MVP米靖恩表示 很開心跟隊友們團結互信完成目標 高三畢業後想出國看看挑戰自己的極限 每次練完球必喊的冠軍 北宇女籃球隊睽違十二年 再一次在HBL賽場做到了 從預賽到副賽 北宇女拿下十二連勝 但以往複賽到總決賽隔一個月 今年是一個半月 加上主力黃紫雲賽前一週受傷 求勝欲望和士氣都受影響 主力米靖恩做到串聯全隊 十一分十八個籃板八個助攻 學妹攀陳嘉山二十分 以團隊力量不再安心亞 拿下MVP的米靖恩 國中籃球聯賽時已經備受注目 北宇女第三年總算達成目標 展望未來她想出國看看 七名高三球員 除了米靖恩 其他六人應該不會走籃球路 一生只有一次HBL 留下團隊努力的美好回憶 記者林曉惠沈志明台北報導 歐洲最大的電視劇集產業盛會 在法國里爾的劇集展正在舉行中 身為官方合作夥伴的文策院 帶領五組來自台灣的劇集企劃團隊 親赴法國參與台灣專場提案 要讓世界看見台灣的創作實力 文策院帶領的台灣館 在眾多展出國家之中佔有一席之地 在這裡除了推廣台灣的文化事業 也積極地尋求國際合作 牆上貼著台灣劇集的海報 台灣館會場簡潔明亮 就是希望把台灣優秀戲劇團隊 帶向國際市場 並且媒合找到投資方與合作夥伴 入選五個提案之一的 《球沒有英雄團隊》將出席 法國Segimania專業論壇 將以台灣專場簡報的方式 來介紹自己的計畫 以尋求國際合作 今年的《台灣Sportline》 台灣專場活動 共有五個台灣戲劇團隊入選 來到法國現場和投資者說明計畫 尋求國際合作機會 現場也有來自西班牙的編劇兼製作人 來找台灣的人才 台灣是法國里爾斯希瑪尼亞 第一個建立長期合作關係的亞洲國家 除了媒合製作方找到資金和通路 還有聚集培訓工坊 出版轉影視論壇等交流活動 希望透過國際交流讓台灣的作品在國際上展落頭角 接著我們來關心今天各地詳細的天氣預報資料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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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空氣如何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感謝您收看這集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惠仁 某明天同學再會 請錄我是鄭惠仁 個詞 我們下期見